袁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龍武升仙回到天庭之後 仍沒有忘記民間疾苦 他經常在凡間衍生 幫助天下百姓解決困難 而五個龍子 也都牢牢記住龍武的教誨 為民造福 於是 老百姓都交口稱讚龍武 說他教導有方 就是因為這樣 直到今日 仍是有越來越多的百姓 前往月城龍武廟 燒香禮拜 所以 千百年來 得慶月城龍武廟 依然是香火鼎盛 驚久不須 好了 話說有一天 在龍武廟 嘻嘻樣樣的香客中 來了一對愁眉苦臉 滿懷心事的夫婦 這對夫婦 恭恭敬敬地燒香 拜祭了龍武之後 就跪在地上 默默祈禱 各位 你們猜不猜得到 這對夫婦是誰來呢 他們今天來龍武廟拜祭 如此虔誠 究竟有什麼所求呢 原來這對夫婦是月城的財主 梁仁傑兩夫婦 自從龍武升仙之後 被感化了的梁仁傑 變得更加樂善好思 在他的延傳身教之下 妻子皇屎 亦都一心向善 夫妻兩人 經常出錢出力 收橋保路 扶危濟困 東思綿衣 夏思湯藥 鄉親們對他們 從此都改變了印象 一見梁仁傑 都叫他做梁大善人的 梁仁傑聽到這些議論和稱呼 自然滿心歡喜啦 但是 隨著年紀一日一日老 他想起一件事 越想就越閉矮 究竟有什麼事呢 原來 是梁仁傑都臨老了 老婆都未同他生落過一男伴侶 俗話說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在以前 母仔是很大單的嘛 更加令他難受的是 有些人還在背後逗逗議論 呃 抵的啦 都是報應來的 以前作惡多端 舊業深重 哪會有後啊 他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 我這一輩子 都說沒辦法跟你生一個了 不如趁你現在還未是很老 拿回個妾 生一個半個也好啊 這樣老了啊 都有個牙齒仔聊一下啊 梁仁傑搖了搖頭擺手就說了 行 這樣太委屈你了 啊不如這樣啊 龍母都幾為得人幫得人的 那我聽人說啊 在龍母廟燒香拜祂 好靈的哦 那你我齋戒沐浴三日 然後一起去龍母廟拜拜龍母 求祂庇佑 賜給我們子女 你說這樣好不好啊 夫人王氏見他這樣說 亦都點頭戲呢 三日之後 梁仁傑夫婦帶著家丁伯仁 攜上三生供品和香足 專門來到龍母廟 那這一日 在龍母的掃杖之下 梁仁傑夫婦 虔誠的雙雙跪地 黏香叩頭 默默祈禱 龍母保佑 賜我指慈 接觸香煙 遇龍母顯靈 我願一生積德行善 以洗前半生聚孽啊 哈 不只是這麼巧 還真是這麼靈 巧討告完 一到七色紅光忽然出現 圍著王屎 旋繞了三圈 看到大家眼都定了 旁邊的老妙族 看到這種意乎尋常的現象 都歡叫起來 善哉善哉 龍母顯靈 圓外定生貴子啦 沒多久 黃屎果真有了新人 十月懷胎一朝分眠 黃屎終於為梁仁傑 生了一個胖胖白白的牙丫仔 那兒子出世之時 紅光咒軟 疑香撲鼻 在房外等候消息的梁仁傑 燒得見顏見顏 但是 都沒等梁仁傑開心咎 他又閉藝了 為甚麼啊 原來 這個牙丫仔一出世 手腳亂登亂硬 提哭不止 煩得梁仁傑 一日愁眉苦臉 寢食不安 於是 他四處奔波 探訪明依 但搞來搞去 甚麼東西都吃過了 就是不見有改變 牙丫仔滿月辣 梁仁傑宴開白席 宴請街坊倫理 大家都空巢交錯 好不熱鬧 好了 喝了一會 大家都過來敬酒了 梁仁傑一想起 這個兒子的怪病 那杯酒 舉起來之後 就是喝不下 他一尾在嘆氣 眼睛還紅紅 大家見這樣 照安慰一番 這時 管家帶著一位 先鋒道歸的道姑 來到梁仁傑的面前 只見這個道姑 身材渺緋 細腰如蜂 頭戴青段子 狗糧道根 身穿素色道袍 手執佛塵 面如桃花 清秀飄逸 道姑將佛塵一抖 就向梁仁傑道起了 原愛大喜 梁仁傑連望回答話了 多謝 多謝道姑的好意 不過不知 不知為何 犬兒自出梁胎 哭啼不止 不知 道姑有什麼良方妙弱呢 道姑微微一笑就說了 梁仁傑道正是為此而來 快捕令公子出來看看 不用一會兒 丫鬟就將嬰兒抱出來了 道姑用手掀開過一件瘦花帶紅錦肉頭蓋 低頭一體 只見那個牙丫仔 生得五官清秀 品貌清奇 可惜 就是提哭不止 替淚橫流 道姑看完 在懷裡面 拿出了一個豬沙單盒 將豬沙在牙丫仔的前額正中點了一下 然後將左手放在胸前 口中念念有詞 揮動右手的佛塵 在牙丫仔的頭上來回佛了三下 再輕點他的額頭 嘩 又多靈 那個牙丫仔立即停止了提哭 裂起嘴仔 笑笑笑笑 在場的親朋好友 看到這樣的情形 都覺得神奇 不由自主地激掌 齊聲歡呼 梁仁結夫妻大喜過之後 連忙向道姑致謝 吩咐下人 準備封盛齋菜 要她一同入籍 但是 道姑卻擺手推辭說 梁兒愛 不用客氣 貧僧還有急事 就此告辭了 梁仁結夫妻大喜 梁仁結夫妻大喜 一直雙送到村外 雙手奉上一包銀兩 誠賓地說了 道姑不誠敬意 略表寸心 全當香火淺吧 功請收下 道姑一擺佛塵就說了 貧僧乃閒雲野行 用不上銀兩 還請收回 若原愛要借貧道 就勞記貧道 寄他贈言吧 梁仁結婚 連忙話了 哦哦 小人願洗耳恭聽 道姑面色型還敢說了 你 你以前造業太深 本來是不可能有子智接觸香火的 上天見你痛改前非 值得行善才賜你哭耳 望你好自為之 和兒子起名為行粗 以正自己今後的粗行 若中途有費 亦是枉然 你兒子則性命難保 那道姑雖然聲音不大 卻自自亨張 梁仁結正為以前的恶行羞愧 忽然間眼前七色紅光一閃 道姑淚言消失 天賴之聲遠遠傳來 切記要值得行善 正己粗行 行粗方誠大器 梁仁結這個時候才仿然大悟 道姑就是龍武的化身 他連忙跪到在地上邊 向著飄離聲音的天際 不疊地叩頭 從此之後 梁仁結銘記龍武的贈言 繼續積德行善 正己粗行 他還在自家後院建了一座問心樓 樓上邊有一露天神壇 容易祭天 平時梁仁結所辦善事都寫在黃表彰上 每到歲晚寫好表彰 連同那一年的總將一併在神壇前燒光 正是光陰此戰日月如梭 不經不覺梁仁結的兒子梁行粗已經長到七歲了 他果然精乖伶俐 充敏過人 梁仁結見行粗已到學齡 將他送到月城城溪東梁行老先生開始的師屬那裏讀書 這個梁行 是一個女士不低的窮壽才來的 但他卻是才高八斗 教學有科 乃師屬就讀的學子中 梁行粗是最年幼的一個 但他天父聰穎 一讀十行 過目不忘 才華出眾 就連梁行老先生也都暗暗清奇 故此 平日 他對梁行粗更加悉心教導 他經常對人說 無數百弟之中 日後成大棄者 梁行粗也 梁行粗長到十四歲的時候 四書五經 諸子百家 皆可以倒背餘留 吟詩作父 文才橫逸 這一年 梁行粗本來計劃去考取壽彩 殊不知 父親梁仁結忽然患重病 臥床不起 無幾日 就病世誰偽 梁行粗 他亦都是一個孝子來的 就將考取功名的事先行閣下 形影不離地守在病塔左右 服侍父親 梁仁結回光反照之時 對站在旁邊不停地抹眼淚的 黃屎老夫人就說了 賢妻呀賢妻 我已年近七巡 死也不算是腰壽 不要那麼傷心 我死之後 你們一定要繼續行善積德 好好撫養粗兒 督促他勤學奮毒 教訓他靜忌促行 不要 不要行叉答錯呀 他見黃屎點頭應運 就口眼一合 殺手陳幻 扮完喪事之後 梁行粗更加勤集詩書 以祈求日後一舉取得功名 這一年的六月 梁行粗果然高中 成為了當時月城最年輕的一位秀才 黃屎自然就萬分高興 於是 翌日 他就和兒子一起祭事亡夫 告慰他泉下之魂 中了受彩的梁行粗 並沒有尖尖自喜 他立下大志 明年千里復經 考取更大的功名 好了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秋天 眼鎮橫空 梁行粗選了一個吉日 在月城買了一筆千里糧區 離鄉附近應考 經過曉行夜宿 風雨兼程 一個月之後 梁行粗來到了離京城 吳遠的一座大山前面 這座大山 山高陡峭路窄難行 更加慘的是 當他走到山頂吳遠的地方 發現有一個懸崖 那幫揹著行李和銀兩的白馬不小心 一腳踩空就跌到深谷 隔了很久才聽到白馬的慘叫 梁行粗坐在地上 一味嗨聲嘆氣 唉 離大考還有這麼多日 路又還那麼遠 現在連銀兩都沒有了 怎麼好呢 總不能夠翻轉頭吧 沒辦法了 馬死只有落地行 見步行步在了 想通之後 梁行粗又是起程了 他肚餓的時候 就擲山上的野果來衝擊 頸渴就隨便捧一口山泉水喝 就是這樣 很不容易才翻過山頂 差不多落到山腳了 他正準備休息一陣 忽然間 在崎區的小路旁邊 傳來了一陣不停的伸淫聲 梁行粗走上前一看 只見一個老漢躺在地上 身邊還放著一個包袱 梁行粗急忙跑過去 將老人家扶起來 關切地問 老伯 你 你哪裡不舒服啊 老伯喘著粗氣 斷斷續續地說 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條氣 好像轉不過來一樣 好 好 辛苦啊 梁行粗見老人呼吸困難 臉色蒼白 冷汗如斗 就說 老伯 你不用怕 等我背你落山去找大夫 說完 不由分說 就將老人背起 快步行落山 好了 幾經艱難 終於走到山腳了 只要再走十多里 就可以到前面的小鎮去找大夫了 但這個時候 他背上的老人 他是頂不住 聲音很小地說 好 好 年輕人 我 我 我很辛苦啊 看來 看來我也是不行的了 你 你放我下來吧 梁行粗聽到這麼說 只要小心將他放下 老人氣喘喘地對梁行粗話了 年輕人 讓你費心了 我 我 我也是不行的了 現在 我告訴你 你聽 我 我 我姓黃明貴 住在前面小鎮的黃村的 我 我 家裡 還有一個老婆 和一個不夠青的兒子 前幾年 我犯人心 都賺了些錢 現在 全部都放在這個包袱裡頭的了 老人說完 試梁行粗幫他拿過來 梁行粗拿來的包袱 安慰他話了 老伯 沒事的 你休息一會 我再背你回去找大夫 老伯無力地搖了一搖頭 又說了 我 我不行了 麻煩你 把這些銀兩 送給我老婆 叫他來幫我辦一下後事了 說完 老伯手腳掙扎了一下 就氣絕身亡了 梁行粗捧著那包沉甸甸的銀兩 趕到鎮上 好難才打探到皇貴的家 只見皇家 屋漏門爛 家頭四壁 王伯的老婆 和那個傻仔 更是衣衫藍流 見到這樣的情形 梁行粗耐心 也一陣心酸 他將銀兩如數交給了王老太之後 就將經過細說了一片 王老太聽了 不禁動哭不止 梁行粗見他們實屬可憐 又缺乏人手 於是就留在小鎮裡頭 幫助王老太他們 臉葬了皇貴老漢之後 才離開 王老太過意不去 拿出二十兩銀來搭借他 但梁行粗斷然擺手回絕 就衝亡趕赴京城而去 再說梁行粗 他邊行邊黑 熬盡淒涼 終於來到京城了 在京城裡頭 梁行粗身無紛紛 又舉目無親 於是他朝日頭去做短工 賺碗飯吃 曼克勒又開卷朗讀 準備考試 這個落難窮書生 就這樣餓一餐飽一餐 過著艱難的日子 這一天 他來到京城郊外 走了幾家大戶 都沒有找到合適的短工 只好繼續往前行 碰碰運氣 難了不多遠 他就來到一個叫薛家莊的地方 那在村口 自己很多人 圍在一家大院門前 觀看著牆上張貼的紅綁告示 紅綁的大意是這樣的 涉緣崖的千金小姐得了重病 欲求國方能人術士救治 若能自好 賞銀五百兩 這個時候 梁行粗已經有兩天 沒有半粒米進肚了 正是餓得頭暈眼花 於是他就想了 嗯 我在鄉間曾經讀過不少醫書 又經常到月城有名的 老郎中家裡玩 都知道一下如何和人治病 現在既然這樣 自己都不妨進去試一試 就算醫不好那個小姐的病 都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 主意已定 梁行粗就上前去拍門 薛家伯仁見到 就將梁行粗迎入客廳 然後去稟告沿岸 薛沿岸知道之後 就先叫伯仁以酒宴好好招待梁行粗一番 才是請他進去幫小姐看病 梁行粗跟著薛沿岸 穿過七拐八船的回廊 來到薛家小姐的龜房前 他隔窗望過去 這件薛小姐 躺在床上邊 臉色蒼白 有餘百惡 謀精緊閉 昏迷不醒 那梁行粗未曾行過醫的嘛 見到這樣的病態 怎可以一開口就說得出病權呢 那現在騎虎難下了 唯有裝模作樣 叫人引來紅線 作狀地探探脈了 梁行粗用紅線探完脈之後 他大驚失色脫口而出就說了 邪啊邪啊 那各位 梁行粗沒有行過醫的嘛 現在為何一探脈就說邪啊邪啊 他是不是在這裏搏懵的 欲之后事如何 且令下回分解